字幕提供 各位好 先為各位介紹的是 數位內容資訊安全裡面的 SeaCore Injection SeaCore是我們在操作資料庫 的時候的一種 結構化的查詢語言 但是呢 有一些駭客會透過 網站上或者是你的系統開發 設計上的一些瑕疵 然後呢透過這個 SeaCore的語法 成功的進入你的系統 那我們來看一下 SeaCore Injection呢 最主要它的作用呢 就是利用這個資料庫裡面的一些 操作指令 針對你的系統開發上面有一些漏洞 造成這個 疏失可以 進入系統 所以基本上攻擊者呢他不是透過 病毒或者是這個 木馬的程式呢 進入你的系統 而是透過這個精心的設計 針對這個SeaCore的語法 透過一些巧妙的安排 把這些SeaCore語法呢 當作資料 送在你的這個系統上輸入 那輸入的時候呢 因為我們後面要做這個資料的檢查 或者是查詢的時候 會去執行你剛剛的這個 資料 可是因為資料裡面的語法 造成就是後面的 這個SeaCore的語法 造成破壞 就進入了系統 OK好 那等一下我們會有一個詳細的 例子來跟各位介紹 怎麼樣去做SeaCore Injection的一個操作 好那一旦呢 被SeaCore Injection入侵成功之後呢 那資料庫的內容可能會找到 破壞或者是被竊取 好那再來就是 我們看一下 這個SeaCore Injection 可能造成的危害有幾種 第一個就是資料外洩 那因為在把關 使用者的合法身份的這個過程 如果你沒有做好防護 讓SeaCore Injection成功的話 那你可能資料就可能外洩 因為他不需要密碼 照樣還是可以 取得資料庫的內容 好那如果說你的這個SeaCore 防護呢 沒有做好的話 那被SeaCore Injection成功 會造成這個被探知資料表的這個結構 好那一旦知道資料表的結構的時候 就會知道說你的資料表裡面包含了哪一些 資料的內容 那有可能就進一步的推銷出你的資料 好那比如說我在 做SeaCore Injection的時候 裡面有一段是Select Start from System Tables 那這樣就可以知道說你 系統裡面的這個 資料表的架構是長 怎麼樣 然後呢也有可能造成管理員的這個帳戶 被創改 好那因為SeaCore裡面有一些語法 是可以管理管理員的密碼 好比如說這邊有 這個 這個指令呢如果說 被成功的這個 加入到SeaCore Injection的這個資料裡面 然後為給系統 那在你的城市沒有防護好的情況底下 被執行成功了 那你的 系統管理員的這個帳號呢 也被創改掉了 好那有可能對這個網頁 進一步造成破壞 因為你已經進入系統的話 那有可能在這個網頁上加入這個2e的連結 或是 跨網站腳本的攻擊 那這邊XSS呢 就是代表這個 跨網站腳本的部分 那至於什麼是跨網站腳本 我們在另外的影片呢 跟各位介紹他的這個 攻擊的手法 好那SeaCore Injection也有可能造成 這個修改或者是 控制作業系統 那在早期的這個 XP的作業系統下 可以用XP XP底線Command Share的指令呢 對這個IIS Server呢 停止他的服務 這是有可能透過 SeaCore Injection 但是呢也造成這個系統的 這個危害 那進一步呢更有可能破壞系統 因為在XP裡面 它有這個Command Share 然後Format C草 把硬碟Format掉 這是有可能的 那隨著微軟的這個系統提升 從以前的XP提升到 這個Win7 然後Win8到現在的Win10 所以它持續的在更新 但是有很多既有的系統 中端的使用 比如說各位在醫院 或是一些比較舊的書局 你會看到他們的這個管理 系統呢用的都還是XP 所以目前 雖然XP已經不再支援安全更新 但它的這個安全度 或是使用XP的情況 還是蠻普遍的 好那它怎麼樣能夠避免 這個遭受SeaCore Injection的攻擊 第一個就是 把這個相關的這個操作呢 SeaCore的操作呢都把它參數化 那透過參數化進去的時候呢 那這樣子可以避免 在這個執行SeaCore查詢的時候呢 包含了很多的這個SeaCore語法 那最主要就是說 你進來的資料裡面 它會經過篩選 把它過濾掉一些 在資料裡面 不太可能出現的一些特殊指令 特殊的資源 比如說連續兩個減號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特殊符號 那都有可能 出現在資料裡面 如果你不過濾的話 就有可能做成SeaCore Injection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為了避免 被SeaCore Injection 其中一個做法就是 把這個參數呢 把這個查詢呢 做成參數化 好 那第二個呢 是對傳入的資料呢 進行前處理啦 剛剛有提過 就是說 你要把資料呢 先過濾掉 比如說連續兩個單引號 取代 這個單引號的資源 然後呢 這個使用PHP語法的時候 應該使用這個Magic Quote 的函式去幫你過濾掉 在整個輸入語法上面的一個操作 然後再來呢 就是定期更新資料庫的安全套件 所以在早期的MySeaCore 它的版本比較舊的話 就有一些安全上的疑慮 隨著各個軟體有提出 這個新的安全更新套件的話 大家務必呢 要把它做到更新的一個要求 再來呢 使用更安全的資料庫連結原件 那已經開發很久的這個連結原件呢 可能被駭客了解到它的一些 執行上的漏洞 所以資料庫管理員呢 應該要提醒系統開發人員 或者是維護人員呢 在新的這個原件 新的這個資料庫原件已經出來之後呢 就應該用新的這個原件 來進行這個資料庫的連結 以避免可能存在的這個風險 比如說SP.NET 裡面有個SQL Data Source的物件 那跟這個LINQ 去連結這個SQL的原件 這幾個呢 都是有安全上的疑慮 那可以做新的這個原件 來達到同樣的功能 但是安全度可以獲得提升 好 那在這個網頁系統的這個設計的時候 我們通常為了要 避免被授權的使用者去使用它 所以我們會有個LOG IN的介面 做這個使用者的身份認證 好 那使用者在這個認證介面上面 要輸入帳號跟密碼 來判斷你是不是合法使用者 好 那有些比較初階 或者是思考比較沒有那麼周詳的開發者 可能會用 查詢完之後的比數 就是回傳 我驗證帳號跟密碼 如果回傳比數是1 代表在我的資料庫裡面有一個人 他的這個帳號密碼跟我輸入的一模一樣 我就代表說他是合法的 在這樣子一個邏輯下 進入系統 但是因為這樣的設計邏輯 很可能會造成什麼 這個Sequel Injection成功 那在講攻擊手法之前呢 我們可能要讓大家先了解一下 什麼叫Sequel 它到底是怎麼樣運作 好 所以呢 Sequel它就是Structured Query Language 結構化的查詢語言 好 那結構化查詢語言呢 它是一個對資料庫 操作的一個語法 那在不同的廠商 只要它的這個產品呢 有支援Sequel的操作語法 都有可能存在著這個Sequel Injection 你的這個被攻擊的風險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Sequel的這個語法 到底有哪一些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Sequel的這個操作指令 好 那各位呢 假設你有這個虛擬機的話 或者是這個 或者是有Centos的這個伺服器的話 那在你的伺服器上 你應該已經安裝了這個MiraDB 或者是我們講的MySequel的這個Server 好 那你安裝完之後呢 你使用這個MySequel-U-Root-P 那這個-U是代表我的使用者 後面這個就是帳號是Root-Root 然後-P呢 就是我需要輸入密碼 就會像這樣子 那你Cure密碼之後呢 就會進入畫面 那這邊呢MiraDB 然後呢大語 就代表說它已經成功登錄了 好 那我們來操作一下 在我的範例裡面 我是有一台Centos 8的虛擬機 Centos 8的虛擬機 然後呢 好 那Terminal連接進去 我們用終端機的方式連接到這個 Database裡面去 然後我們一樣用剛剛的指令 對不對 那Login進來 那我現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呢 我要先建立一個 我們做Secret Injection測試用的一個帳號 好 所以呢我們要來新增一個使用者 那假設我們新增的這個使用者是 Secret Inject Test 假設是這樣子 那密碼呢你自己產生 那我這個密碼的產生的方式呢 我是用 我用的是PWGN這個軟體 然後去產生一個密碼 比如說 它長度是12這樣 好那這邊呢 Y是代表說我要產生這個特殊符號 那N要 這個代表裡面有數字 然後B就是ambiguous 就是密碼上面不要有那種 看起來會模糊不清的 比如說 數字的1 數字的1 跟這個L還有I呢 在肉眼上看起來會 不容易看 那 用這種方式來顯示密碼 所以你可以隨便 看你自己要用哪一個的方式去建立這樣 總之你就產生一組密碼 好 那你密碼產生之後呢 自己要把它想辦法背起來或記起來 OK 那它的指令格式呢 它的指令格式是 create user 然後呢 new user 有這個單引號的部分 單引號就是我們enter旁邊的那個單引號 然後user 在哪裡 那我們用的是localhost identified 就是密碼是什麼 那這個密碼就是你剛剛選定的那一組密碼 所以我們來試一下 我們要先用root登錄 登錄完之後我們用create user user 然後呢 單引號 這邊就是帳號了齁 那我們的測試帳號是 sequel inject 然後呢 test 這樣子 然後小老鼠就是再拿一台主機 就local host 對不對 然後呢 那 identify 然後呢 後面擺 好 那各位會發現說 為什麼我這個打create user 還有這個identify的要打大寫齁 這其實 大小寫他都吃啦齁 他沒有說你打小寫他不 不 不執行齁 不會這樣 但是呢 這個大小寫只是要讓大家 方便看就是說哪一些是指令哪一些是輸入的資料跟參數 好 那這個密碼呢 我們剛剛假設有產生一組 我們就以這個 資料齁 當測試 那後面記得 在希果裡面齁 他最後一個符號就是分號 你要加分號呢 他才會把前面一整段呢 當作是指令開始執行 如果你沒有加分號 他就會等著你繼續輸入 一直到你全部輸入完畢為止 OK 好 那他已經新增了一個使用者 好 這樣子 他出現Corey OK 他已經新增一個使用者 好 那這個使用者新增完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我們要建立一個資料庫 然後把這個資料庫呢 給這個 剛剛建立的這個使用者去使用它 所以我們要新增一個 Secret Inject Test的這個帳號 這個資料庫 好 那建立資料庫的語法是 就是Create database 然後資料庫的名字 我們來操作一下 好 Create Data Base 然後呢 名字我們叫做 Core Inject Test 然後記得後面加分號 哦 語法錯我們看少了哪裡 不需要單引號 就直接給名字就好了 不需要單引號 這是剛剛打錯的地方 好 OK 那有沒有進去呢 我們可以用show 好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剛剛所建立的這個資料庫呢 已經有了 好 那資料庫建好之後呢 各位可以用show database 去顯示它 這邊就可以看到有剛剛加入的這個資料庫 好 那有了這個資料庫之後 我們要把剛剛的這個使用者呢 對應到這個資料庫去 我們要讓它有權限可以針對這個資料庫呢 做 新增修改刪除的一些操作 所以我們要用的指令是 grant of privages on 資料庫的名字 點心號 to user 好 那設定完之後呢 記得要把它的這個權限呢 Flash 更新一下 更新一下它的權限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Database的名字呢 我們用的是這個 sequel injet 然後呢 test 信號 to 哪一個user 我們剛剛也建立一個帳號 這個帳號是 也是sequelinjet test這個帳號 然後add localhost 這樣 OK 那現在這個使用者對於這個資料庫 就有它的管理權限了 好 那 你要查看一下那個使用者呢 你剛剛做了這樣的設定 是不是 這個使用者對資料庫呢 有 存取的權限 或者是這個使用者 在整個 這個資料庫管理系統裡面 他有 全力去動哪幾 哪一些的這個資料庫 剛剛我們忘了做一件事情 我們必須要把它做這個什麼 全線更新的這個指定 好 我們把它更新一下 再來我們再去查它的什麼 show grants for 這個user在localhost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show 在哪裡 在本機 所以是localhost 這樣 好 那它就會顯示就是說 你的這個 有密碼 那後面這個是 hashcode 那底下這個 第二個就是說 grant all privilege on 這個資料庫 然後呢 在本地 所以代表說 這個使用者對它 有管理的權限了 那除此之外呢 你也可以透過這個什麼 假設你有裝PHP買的命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 剛剛所建立的這個帳號 登入看看 你是不是有權限 好那我們來試試看 我現在連的是 我自己的虛擬機上面的這個 database 所以我們用 好那我們用它來 登入看看 如果說 成功登入代表帳號已經存在 而且剛剛我們建立的資料庫呢 也有 好 代表什麼 我們剛剛的操作在文字介面下 是順利成功的 好 這是剛剛的這個介紹 我們已經成功建立一個帳號 而且呢 給了一個資料庫 給這個使用者 好 那再來我們要在那個資料庫裡面 去使用 建立一個這個User的資料表 好 那我們要建立一個User的資料表 那這個User的資料表的內容 假設是長這樣的話 那我們來 建立它 那怎麼建立呢 首先我們要去使用 我們現在show data 好那我們現在用的是這個 所以我們要使用它 那我們要切換過去就是User User就是使用嘛 使用 SQL 這樣子 這樣子 那它就會 告訴你說 database changed 那你使用這個資料庫之後呢 你可以去show table 好 tables 它會告訴你說 它是一個amity的set 目前是空的 沒有資料表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建資料表 那資料表 假設我們有這些欄位 第一個是它自動會提升 自動會更 自動會累加啦 自動會累加 再來這是account的帳號 再來是密碼 然後email 電話 再來就是這個帳號建立的時間 那後面是資料的長度跟格式 比如說這個 這個id的部分我們是用 這個整數 它自動會增加 然後vr character 它就是長度是20 password是20 然後 這個email呢長度是60 然後phone的話 手機電話或者是一些分機 長度呢是20 然後這個 create time 是timestamp的資料形態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建立這個指令的一個格式 就像這樣子 create table 然後呢 這個table的名字在這裡 括號裡面呢 前面這個是欄位名字 我們剛好看到欄位的名字 後面呢 是欄位的資料形態 OK 那你有很多個就用豆號隔開 那括號就只有一個 不會有很多個 它就只有一個 那裡面你有很多欄位 就是用豆號去隔開 那 這邊呢是一個 呃 範例 這個範例呢 就是我們剛剛 上面的那個例子 所建立的一個example 那為了節省時間 我們就不慢慢打 我們直接 拷貝 好 這樣還是比 慢慢打要快一些 好啦各位從這邊的參數 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在這個user的時候呢 它有單引號 可是這個單引號 是esc底下的那個 那個單引號 它是由左上往右下寫 那另外一個enter旁邊的那個 是由右上往左下寫 方向不一樣 那通常在欄位的 欄位或資料表的名字是 這個esc底下的那一個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 剛剛我們講的id呢 它是用big integer 大整數的部分 然後它是onsign的 是沒有正負號 然後呢 not null就是 不允許它有控制 然後auto increment auto跟increment中間有底線 這代表它說 你新增的時候 你不需要給它值 可是它自動會幫你加1上去 再來第二個欄位名字叫account 它的長度是varcharacter20個 然後not null 它也是不允許 你有空 資料不能為空子 OK 那再來是這個 password的部分 那再來是email email 再來是phone 電話 那你看你有幾個欄位 你就依序的把它 這個key上去 然後呢 最後你要去定義它 你的主要鍵是誰 主要鍵呢 我們在這邊用的是id 所以這邊primary key 括號id 就是讓 這個資料表的 這個主要鍵呢 設定成是id 好 那最後呢是括號 就是剛剛的括號結束 那在括號結束之後呢 假設你還有一些其他的設定 比如說我的授尋引擎是inodb 就選擇這一個 然後呢 autoincrement的增加幅度呢 是1 那 預設值也是1啦 那如果說你有每次增加是不一樣的 比如說 每次增加是2 那這邊你就打成2 那就是1 3 5 7這樣一路上去 所以呢這個 增加幅度是可以在這邊設定 那如果你不加 你這邊沒有設定為1 也沒有關係 因為它預設值就是1 好 那後面呢 default character set 就是 預設的字集呢 是utf8 你可以再做 這樣的一個設定 好 那你打完之後 最後加一個分號 然後按enter 它就會告訴你說OK 這個已經建立好了 好 那我們可以show 然後呢tables 好 那就告訴你這個資料庫裡面 目前有一個資料表 或者是users 我剛剛名字這邊打成users 我剛剛名字這邊打成users OK 好 那有了這個資料表之後 你可以去查詢它 比如說你想要知道這個資料表的格式是長什麼樣 那我們知道在這個PHP買的命上就很簡單嘛 你有這個資料表你就是點它 然後看structure 好 structure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這個資料 可是在文字介面下呢 你要看它 基本上你就是用什麼 descri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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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鍵是哪一個 就是它 好 預設子是如果這樣子 然後呢 這個預設子就是current time 這是MySQL上面的一個函式 所以你在寫資料的時候 其實你不需要提供ID跟create a time 你只要其他的欄位資料進去之後 它自動會幫你去抓當下的時間 然後呢這個ID它會自動抓到最新值再加1 因為它有extra的設定是autoincrement 這樣子 好 那這個用describe users 你就可以去看到資料表的內容 那你用這個PHP買的命呢 就可以看到它的確是有建立的 好 那我們要新增資料到users的這個資料表的話 指令應該怎麼下 這邊就是 從剛剛開始一直講的 我們打指令這些全部都是secure的語法 這些都是secure的語法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show database 你就可以看到它可以顯示資料庫 然後你要使用哪個資料庫 剛剛就用use 那show tables的話 那你就可以知道說 你用的是哪一個資料表 你 我們剛剛有看到這個users的這個資料表 好 那如果我要新增一個 一筆資料進去的話 我們就是insert 然後呢 資料表的名字 然後呢 藍位在這裡 然後它指在另外一個後面 所以前面有幾個藍位 後面就有幾個資料 一一對應 這個情況要記得 所以這邊呢 各位可以看到它的單領號的方式是不太一樣的 這 藍位的 資料表的名字 藍位的名字 在前面 然後資料在後面做一一的對應 好 好 那底下呢 有一個範例 我們就 這個用call的比較快 節省時間 好 然後呢 我們就把它貼上 好 我們insert to哪裡 to users 這個資料表 然後這是藍位名字 你看我沒有弄ID對不對 沒有把ID打上去 我就只有account 然後呢 password 然後呢email跟phone 就這幾個 四個 四個 四個欄位的資料 然後呢 假設我的value在這邊 Check 然後呢 這是它的密碼 然後這是它的email 這是它的這個電話 好 OK 那最後加分號 它就寫進去了 好 那你按enter之後 它就寫進去了 OK query OK 一筆 OK 那 再來呢 我們假設要輸入第二筆對不對 好 那你就可以自己再去測試 你就比如說這個換 dary 然後密碼呢 隨便給 好 那各位可以發現 那我們在這邊 資料表的設定上面呢 是一個蠻陽春的一個設定 因為我們沒有針對account account去做什麼 unique 沒有做唯一 唯一值的設定 那如果說 不做唯一值設定 會有個風險 就是說 有兩個不同的人 使用同一個account 去登入系統 在你的資料表 它是允許的 以目前的設計來看 是允許的 這樣其實是 不太保險 所以最好在設計的時候 你的那個account 最好把它設定成是unique 才不會有兩個不同的人 使用同一個密碼 同一組帳號 好 那我們 之後再修改 我們先 這邊 來把它做一個簡單的設定 因為我們 現在只是在測試 怎麼樣把資料 要key到這個資料表裡面 好 那這個 好 那我們有三筆資料 那我們怎麼知道 有三筆呢 我們可以現在查詢指令 select start from 哪裡 資料表是users 那我們後面都不加 它就會查全部的資料出來 所以這資料表裡面 裡面就出現了三筆資料 像這樣子 那當然 同樣的你可以透過什麼 這個 呃 PHP買的面去查看 它有三筆資料 就這樣子寫進來 所以剛剛的那一個 語法 你可以在PHP買的面上面有個西口 好 那你就把剛剛的資料呢 語法寫在這邊 同樣的你就可以 達到什麼 寫入資料的一個 效果 OK 那這邊key完之後 你按go 它就會寫進去 所以你的資料庫裡面 就會多一筆 你就 點browse 它就可以有四筆資料 這樣子 那同樣的你在 terminal介面的話 你再去select 它就變成四筆 所以文字介面跟PHP買的面呢 它都可以去執行西口的語法 好 所以 輸入完之後呢 你就可以去查它的資料 是否存在 好 那你多輸入幾筆之後呢 你就可以看到 你目前資料表裡面的資料 總共有多少筆 好 那如果說你在查詢的時候呢 你是用account的進行查詢 當條件的話 那你就是剛剛select 書外呢 要加什麼 from資料表 然後回 就是當條件為什麼的時候 它才會做什麼 滿足條件的才會被查詢出來 比如說像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 好 我select start from users 然後當條件是account的指示 是jack的時候 我才顯示出來 它就找到滿足的 好 那假設我測試到一個帳號 是不存在我的資料表的話 它會告訴你說 empty set 就是沒有資料被回傳 就查不到這樣子 好 那如果說你在查詢的時候 你是要參考兩個 同時檢查 兩個條件都成立 比如說 這邊我們的account是要debit 而且密碼要等於這樣子的話 好 那我才把它顯示出來 滿足這樣的條件 才會被顯示出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好 我們比如說 比如說我們的這個帳號呢 是debit 而且 而且我們是打and 當作條件 然後呢 我的 欄位是什麼 passwd 它的值呢 要等於什麼 因為都是文字 好 所以我們 假設這是它的密碼 對應到我們剛剛 隨便亂打的密碼 好 按and 它有滿足就會查詢出來 那如果說我 密碼打錯 它就不會有資料 所以 密碼成功的話 它就會查詢出來 這樣子 所以 如果說你有兩個以上的條件 那你按照你的需求 是and或all 自己的去加 好 那查詢出來的結果就是什麼 就是有資料 那如果你的密碼是錯誤的 就查不到 或者是你的帳號不存在 它也是會告訴你是空的 好 那在這樣的一個練習裡面 大家都已經成功的 把使用者建立起來 而且可以查詢使用者的相關資訊 那再來介紹一下 在這個西口裡面有一些註解符號 那比如說兩個減號 兩個減號在一起 後面的東西就會被註解掉 或者是用一個sharp 一個井字號呢 它也可以把後面的東西註解掉 那當然如果說在 某一些語法上面 你的內容很多 那你要註解 你要說明的東西比較多 那你可以用斜線型號跟型號斜線 這樣一個 一對 的符號呢 來 代表多行的註解 多行的註解 好所以呢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比如說 我們在這個 後面 我們在查詢後面 我要註解一下說 這個是 This is used to search 好 你會發現它是成功的 它後面不會 不會做事 它就只是一個註解 好 然後呢 我把它 減減改成井字號的話 它照樣還是可以執行 當然如果說你把這一個 改成一個什麼 斜線型號 跟後面是什麼 信號寫線 這樣子 好 那它還是可以做 因為它 剛剛我們剛剛介紹的三個都是註解 好 那有了這個註解之後呢 它可以做什麼事情 比如說我們這樣的一個 正常的查詢資料可以查得到 好 那如果說 我不知道 密碼 我不知道密碼 但是我還是想要去查你的資料可不可以查 好你看喔 我現在 我後面沒有動 好 And Placework這一塊都沒有動 但是 David這一塊呢 當我在讓使用者 輸入資料的時候 我被換成這樣子 為了要去 要給各位看齁 就是 這一塊通常是我們在寫網頁的時候 會讓大家輸入帳號嘛 然後後面這會輸入密碼對不對 有兩個欄位 可是我不知道你的密碼的資料是什麼 但是我還是想使用你的系統 所以我就 在 這個登錄畫面的帳號那個地方 我就輸入一個這樣的東西齁 我就輸入一個單引號 然後呢 我又輸入 我又輸入 或者什麼 1等於1 然後1等於1之後呢 我就再加一個減減 這樣子 加一個減減 那再留一個空格 故意留一個空格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樣子 我可不可以查到資料齁 你看到我這邊都沒有輸入debit資料 我現在選起來這一塊 外面這個單引號是當你 網頁上的欄位資料呢 傳到你的西口進來之後 會做的事情 可是我在網頁上 我Key入的資料是像這樣子 被帶到進來這邊的時候 當我去執行它 可以查到資料 好 那各位會發現說 我們剛剛要再多輸入一次分號 才可以執行啊 怎麼辦 所以代表說 你剛剛那樣子是不能walk的 好 那其實駭客沒有那麼笨齁 因為 你如果說這樣子不行的話 那就會變成說失敗嘛 所以駭客他就會做這件事情 1等於1之後呢 我就再加個分號 然後再去做減減 他就還是可以查到資料嘛 他成功進入系統 所以呢 這個 駭客他可以改變的地方是哪裡 就是這一段 他未入的資料 他未 明明我們是要輸入帳號的 可是他卻為了一個 西口的語法在這邊 讓他去 填進來之後 形成可以 這個 改變你的整個查詢語言的結果 OK 好那我們剛剛測試的減減 我們再測試一下景字號 看能不能成功 還是可以成功 好那各位可能會開始有點好奇 為什麼這樣子就會成功 各位可以看到 因為 駭客輸入這個單引號之後 他會跟前面這個 他跟前面配對 是不是這個單引號跟單引號就結束了 好那一定不成功嘛 因為我不會有一個account 只有等於一個空白 對不對 這一定會失敗 可是呢 因為我後面的資料變成是 ALL 我後面的資料變成是ALL 就是 或者 這邊是空白 我私下沒關係 或我後面 1等於1 1有可能不等於1嗎 1等於當然是永遠成立嘛 所以我既然兩者只有一個成功 我就算成功 我是不是就 代表成功嗎 對不對 就成功 然後分號 代表什麼 我指令到這邊結束 那雖然呢 我在程式碼上面有加這個 and password等於什麼 他根本就忽略掉它 他根本就把它忽略掉 為什麼 因為你已經把它註解掉了 你這個景字號後面的東西 就會被註解掉 所以他就不認識 他他就當作是什麼 他只是一個註解 所以他執行會指執行到哪裡 到這邊 這個其實是你使用者 這個駭客在 做secret injection的時候 所輸入的資料 就會變成是這樣子 OK 好 所以呢 這樣就會變成說 secret injection的部分呢 成功 然後呢 有一些資料被回傳 好 那這個就會變成是什麼 我這邊 變成是secret injection的一個部分 好 那我們先 簡單介紹到這邊 接下來我們會 用另外一個影片 來跟各位介紹 我在網頁設計的時候 怎麼樣設計出一個 我們故意設計一個 有漏洞的網頁 讓大家知道 去感受一下 如果你的寫法像 我們的範例一樣的話 那 你的這個網站是 很有可能 會遭受secret injection的攻擊 你的寫法 不夠嚴謹 然後造成這個 secret injection可以成功 好 以上簡單分享